看回我這一輩子 譬如對祖國的了解 很多時候只是靠學校少少的國情教育 而那些國情教育只不過是國慶之前一個禮拜 什麼國情小測驗 我們對祖國根本就沒有一個 譬如科目或者課堂全面的了解 而很多時候我們這一代的學生 都對內地的政府抱有一個負面的看法 我記得以前其實可能現在還有六點半 新聞之前有一段片就是國歌 接著就播一些繁華的景象 接著我看回很多網上的feedback 就說其實我們對這條片根本就沒有意思 就是它播完之後我們對國家的歸屬感不會增加 反而有很多人從而反感 如果在我們這一代的青年人 想真的為國家做出一些貢獻 不知道你對於香港教育制度應該怎樣培養 我們對國家有使命感這個方向 你又怎樣看呢 我相信如果我們現在說愛國教育 很多人都會很反感 但我自己就問為什麼要叫做愛國教育 而應該正確地說是國情教育 你愛不愛國是由自心裏面快的 不是教育就得得 不是強硬壓下來 你要愛國就怎樣愛國不是這樣的 我覺得我們要做的第一步 就是對國情的了解 我可以告訴你 我在我們讀中學的時候 讀大學的時候沒有這回事 所以我們對我這一輩人 現在我們這一代 對祖國的認識是完全靠自己去學習的 在大學的時候的同學也好 出來做事也好 通過我們的自己的閱讀 自己的了解慢慢慢慢地 當然通過工作是慢慢累積而成的 當然每個人對國情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當然是國家現在很繁榮 我們作為中國人應該是引以為傲 我覺得那個還是比較表面的一個看法 我都不說到愛國的層次了 最重要的第一點 你就是對國情有比較深入的了解 現在我們的教育是否可以做得好些 我相信是的 但是怎樣能夠通過一個 大家能夠接受的方式來增加對國家的認識 我覺得這個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往往大家一說到國情教育 很多人就說愛國教育 這些事情很負面 其實我自己來說都不太了解 為什麼來到香港 我們如果要做對祖國的教育 我們會有這麼負面的看法呢 這個我們自己要反省 是否我們做得不好 是否我們做得不夠 或者是我們的方式不能夠適應 現在年輕人的要求呢 這個我也想大家提出來 你們如果有意見 我相信政府也很願意接受 不如讓我來問你 聽完這次講座之後 你最大的收穫是甚麼 雖然今天的話題是關於國情 但我學得最多的反而是一些做人的道理 就例如你看每一件事要從不同的角度出發 尤其在說別人的時候 看看自己有甚麼需要改進 我都有啊 譬如要保持包容心和好奇心 看來我們都學了很多東西 是不是去細博先 夾個時間吧 慢著 我們要跟大家說拜拜 下集青年領袖教室再見 拜拜 我們了解到中國當然有很多方面都很強大 很值得我們驕傲 但其實我們見到中國內部 其實本身都有很多問題 雖然我們去解決 當然我們可以提出問題 亦都可以批評這些問題 但我們問題最重要就是 自己下手下腳去解決 因為我們身為中國人 有責任去為中國出一分力 那今天聽完史美林議員的講座之後 我就學懂到普通話的重要性 那他們都覺得我們青年應該是發奮向上 應該是追求卓越的 不應該只停留一個box裡面 我們應該去獲得不同的資訊的同事 亦都可以告訴別人我們學到甚麼